我叫顧岩文 就读于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兽医学系 那我是从高雄影中毕业的 那我就读兽医系呢 其实有三个动机 第一个就是行医的梦想 因为我很喜欢帮助他人 然后在经由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就让我自己觉得很快乐 很有成就感 那第二个就是我也很喜欢动物 几乎每天都会去公园 然后去跟别人的动物 就是别人的猫狗玩 那另外我也非常喜欢挑战这件事情 我非常喜欢去超越自己 然后寻找自己的极限 就是有些人会蛮好奇 为什么会选择兽医学系 那其实呢 一开始家里是还蛮反对 就是妈妈还蛮反对的 所以那时候选系前 其实跟自己挣扎了一段时间 那也是跟妈妈进行了 很多很多良性的沟通 那也会知道妈妈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妈妈那时候觉得说 兽医系那它又是剂子体系 那那个时候每个人 我又是就读熊女嘛 因为熊女大概一般就读科技大学的人 一个班级里面大概才两到三个 那在每个人都冲向国际大学的时候 你要怎么在你自己的选择里面 稳住脚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妈妈就是又很担心 受益系的出路 是不是又只有临床受益师 那外面的受益师已经这么多 就是临床受益师或受益病已经这么多了 是不是还需要这样的人才呢 那那个时候我也是不断的问自己 为什么要选择受益系去就读 然后你真的是了解这个科系吗 你有没有跟别人沟通过 你有没有跟真正 在这个职场里面工作的人 聊过这些事情 那经过这些了解之后 你是不是真的还很喜欢 或还很想要去选择这个科系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在这部分做一点功课 那第一个呢 我可以建议大家 你可以把你这个系 对于你的优点列出来 还有这个系对于你 或者是你的未来的缺点 你可以列出来 那借由条列式的思考 就是你可以去比较说 你选这个系的优点是不是真的大于 你选这个系的缺点 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可以大家去仔细思考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觉得 自己为什么适合念受益系呢 那什么样的特质能够帮助你在这个系学习呢 那就是我觉得主动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系里面 要学习的东西跟科目都非常的多 然后像实习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需要主动的学生 就是你的特质一定要是主动学习的人 你在实习里面才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主动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特质 然后另外一个特质就是 你可能要非常有耐心 就是你愿意去跟别人合作 然后你要有团队合作的精神 对然后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实习啊 一些报告都是需要团队跟小组去讨论 然后去制作跟执行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特质在我们系都蛮重要的 后来就跟妈妈进行很多次的沟通之后 她最后妥协然后告诉了我一句话 她告诉我说 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那时候我就是也是很坚定的觉得 我的选择应该是不会错的 对那到现在我还是 蛮确定我的选择是对的这样子 那后来因为他们慢慢也接受跟认同 就是我的努力啊 因为他们也觉得说你真的是对受益西非常有热忱 而且也很想要就是去成为一名受益师 那拥有这样坚定的信念 其实爸妈就会很支持我来念这个科系 跟未来就读的未来考虑的行业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坚定的信念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就是你可以去好好的思考说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念这个系 然后也在选系之前可以去多问他人的意见 就是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高中生呢要如何选择科大 毕竟科大是目前还是属于技职体系的部分 他跟一般的大学申请方式是不同的管道 那他一样是借由申请入学的时候 就是学策的时候去申请 那他因为是目前还是属于技职体系 所以你必须要从四季二专的申选入学去报名 科大的报名呢 你必须要非常注意报名时间 因为他跟一般大学的申请入学管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是不同的报名时间 那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微调 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这个部分 该如何准备呢 就是除了学策成绩之外 我们品科大收集系还要求书面资料的审查 那像学策成绩呢 就是他占整个审查的总成绩的70% 那英文呢是加全乘以2 书面资料审查的部分呢 背审的内容呢 就是要该怎么准备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请呈现出真实的你 就是不要去写一些其实你没有去做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写出自己的特色 你一定要把你的特色呈现出来 让对方的 就是让我们系的教授能够知道 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那第三个就是 教授其实可以透过你的背审内容 去了解 去看看你是否真的是很了解本系 而不是随便选填这个系来就读 那未来的方向呢 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 在大学的时候呢 多多去实习 然后去了解各行各业都在做些什么 然后去规划 就是规划自己未来的一些走向 就是这样才不会太迷惘 但是也不会太冲动去决定一些事情 对方都在广杉宁时 这种爱情的方向呢 我们在作品里面 我们在 associ给大家 我们在 web 找到 我们在他的说明 然后如果可以用来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北京